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国际上提供贤助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天主教的教会 有很多的天主教的教会来提供一些帮助 他们提供粮食啊或者提供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等等 而且他们会建立会持续不断的不是一次性的 持续不断的去帮助西藏人 然后瑞士也有一些人他们要收留西藏的一些孤儿 那时候就是其实说孤儿 他们收孤儿但是那时候因为西藏人的父母和孩子是分开的 父母都在修路孩子都在学校或者是集中在一起 所以就算孩子里面用抽签啊 这样的方式就送过去送到瑞士 有这样一个用瑞士的养父母收留这样的孩子 可能有几百个这样一些过去 除此以外是其他的西藏人大部分都在定居点 每个人都有这些人都在认为 要 takes一个人,我们都在评论中 就算了一天,我们都在认为 这些人都在认为 这些人都是在认为 我们都在认为 我们都在认为 这些人都在认为 这些人都在认为 并非自治党之间,间设施有很多 эксперимен, 在许多治疗的学生, 也许多治疗的学生, 当我们在学校的学生, 你许多治疗子的学生, 我们将其他学生的学生, 那些使用其他的使用其他人和其他人以免費的那麼為例 那时候没有什么出国 出国他们都是拿了印度政府颁发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证照去 到后来印度专门为西藏人印了一个叫黄碧书 他就是为凉王藏人提供的出国旅行的证明 那个证明其实就是无国际旅行证 你从印度出发的时候 你当然在那上面申请签证 你回印度的时候也要申请签证 因为你不是印度人 印度政府只是提供一个文件证明 而并不表着他可以回到印度 因为这样的时候西藏人出国就会很麻烦 因为印度不保证 所以后来印度政府又在那上面 用印章来表明说这个人可以回来 这样其他国家才可以 就算印度政府会接受这些人回来 这样才开始申请签证稍微方便一点 申请签证 那西藏流氓政府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刚刚之前讲过我们的一些黄金的筹备啊 那些以前的一些1950年 达兰朗玛流氓到边界的时候带过来的一些黄金 达兰朗玛回去了那些黄金没带过去 所以那些人来就变卖 然后变成一些开始投资投资失败 然后变成一个基金 但那个其实很有限 那个时候达兰朗玛就认为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一个是照顾那些孤儿 然后是建立西藏的学校 然后是建立西藏的剧团啊 还有西藏的医学院等等 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在西藏 有计划的毁灭西藏的宗教文化 所以西藏人怎么样让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保存下来 怎么样把西藏的文化保存下来 怎么样把西藏的宗教保护下来 怎么样把西藏的那些医学啊 等等就是西藏文化那一部分要保存下来 那个变成是最首要的问题 所以说基本上那个时候难民的生存的问题 就流氓政府就雇不过来 流氓政府把他的资金都全部都花在了其他的地方 那个流氓藏人的生存问题就靠印度政府的 你去开荒的时候印度政府其实也是给你食物 或者给你工钱 用这个工钱呢就是每天都刚好够 他也不会有多余的 用这样的方式生存 流氓政府所以就建立了学校 学域西藏向来被称为佛国 宗教的影响力更是无所不在 就连教育也是以寺院教育为主 佛学 工学 逻辑学 生命学 诗歌 医学 立算等等诗名 几乎涵盖了西藏文化的所有领域 1960年3月在印度政府的协助下 第一所流氓藏人学校在穆苏里创立 这不但是流氓藏人在异乡所建立的第一栋教具规模的建筑物 也实现了达赖喇嘛建立藏人独立教育体系的愿望 虽然要面对流氓的动荡与坚固 但流氓藏人依然在物力维艰的情形下 心见效盛 因为西藏传统宗教及文化的传承是不可有一时或忘的 1967年完成第一至第十一集的藏文课本 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一套现代化藏文教科书 而1962年成立的西藏教育出版社 则长期肩负着传承西藏教育任务的神圣史密 在607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教育 内容是千篇一律的洗脑宣传 因此流氓政府所设立的学校 除了教授一般的知识之外 当然就此肩负着传承藏民族的宗教 语言及文化的重大使命 即便到了80年代以后 保存母语及传统文化已经在世界上微微潮流 中国政府仍然昧迷现实 毫不保留地压制传统西藏语言文化 并且一意孤行地实施所谓无神论思想教育 因此在中国西藏的语言文化教育早已名存实亡 当然流氓政府的教育政策始终以保存西藏语文 及宗教等传统文化为最重要的前提 也因此至今仍有许多西藏境内的父母亲 即使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将下一代送到印度达兰萨拉 接受传统的西藏教育 第一个学校就是1960年就开始建立 然后刚开始去的学生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 然后儿童孩子刚开始集中在一起是孤儿院 然后孤儿院孩子集中在一起就给他们提供一些教育 提供教育后来有了国际上的援助 国际上有一个儿童村的组织 他对国际社会提供 所以然后西藏人的孤儿充就变成儿童村 因为儿童村然后就可以接受到国际社会的一些支持 然后兰萨拉玛也在那时候建立了西藏剧团 也建立了西藏的藏医院 因为有一些藏医逃往出来 然后让他们建立藏医院 西藏一些会演戏的或者戏剧的那些表演的 他们就让他们成立表演团体 然后类似这些 西藏所有的一些因素 他能够建立的 他其实都有在 就在那几年里面都做了一些建立 那个时候兰萨拉玛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住到这个上面 然后从六一年 六二年开始就开始推行一些民主制度 在流亡社会里面 总之他就是 这些东西兰萨拉玛他自己脑子里所规划的 对未来西藏的构想 他都是一次性的就全部都铺开了 所以说从那以后西藏的剧团也好 或者说西藏的一些手工艺也好 或者西藏的那个怎么说了 学校还有寺院 那些都建立了起来 那些都建立了起来 打柱一下 你看到 这才是 在给我们的 人往都走 所以 我们会去 我们 看 去 我们 所以要求,在哪里 没问题, 不过 这个人 如果 这种人 希望从那里 进入 过去, 就要求 这种人 一个人 一个人 来 去, 那些人 要求 这种人 来 去, 就要求 这种人 来 去, 那些人 去, 那些人 我们都能 去, 那些人 给 这种人 来 去, 那些人 做 这种人 来 去, 那些人 去 去 去, 这些人 做 这种人 来 去, 有更多的一種種的動件,如果 atsang, identified先等很稣, 兩種小方風的 disparaging, 那把我們也和我們借藏用苦心, 有些不cl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